在了不起的姐姐节目中 霍问熙聊了比较多关于女儿的事情 她也虽然自己没有结婚 但女儿不是单亲家庭 有爸爸的疼爱 她还霸气地重新解析了 单身母亲这四个字 女儿有爸爸 爸爸还活着 就不是单亲 双方相处的方式不是俩夫妻而已 但对孩子的责任 也是共同去承担的 这让我们重新认识到 这个在娱乐圈叱咤风云的大姐大 她居然拿到了 和张碧晨未婚生女一样的剧本 然而不一样的是 清醒独立 存慧概念的她 却获得了网友一致赞赏 霍问熙的颜值不逊色于女艺人 是圈内共识 有人说她像王妃 也有人说她是翘立板林青霞 精干利索的她 就像是艺书中走出来的港风大女人 尤其是在大获的 长风破浪的姐姐舞台上 她虽不是女明星 但美貌和气质不亚于任何女明星 尽管已经49岁 没有疲态 没有松弛 脸上仍写着斗志 完美地向我们诠释了 什么是中年职业女性 2010年 霍问熙与交往的富豪男友贺丹青分手 之后她发现自己怀孕 舍不得抛弃一个无辜的生命 她选择独自生下女儿抚养 后来贺丹青得知 便向她提出结婚 但她深知他们性格不合 如果只是为了孩子强制性地在一起 最后对孩子的成长也会不利 身为高龄产妇 还患有孕期糖尿病 仍坚持独自闯过生育这道关 她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勇气 虽然他们没有结婚 但相约共同抚养女儿 大大方方地让对方的爱 伴随女儿的成长 每每谈到女儿时 霍问熙的眼神里总会充满了 母爱和柔情 似乎让人忘了 她还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 霍问熙大概贴身吃的就是 娱乐圈之晚饭 14岁那年她长得亭亭玉丽 五官库斯林青霞被心态发觉 让她出演电影《齐兄弟》 扮演少女把林青霞 这部电影让她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童星 尝到了娱乐圈的红利 16岁她成为模特 两三年间拍摄了50多个广告 靓丽的外形和超高的情商 让她在广告界变得炙手可热 然而高密度的广告拍摄 没有让她沉沦于此 而是越发清醒地认识到 模特吃的就是青春饭 不是长久之计 霍问希便推掉了所有模特工作 转身去了一家国外制作公司 学习当制片人和视频剪辑 学成后她进入英皇工作 彼时英皇公司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老板杨寿成对霍问希的能力十分欣赏 便将整个娱乐板块的业务交给她处理 当时香港老牌娱乐公司都很瞧不上 新成立的英皇 都不愿与其合作 霍问希也清楚明白 如果去别家公司挖老牌艺人 肯定斗不过那些自身经纪人 既然如此 不如就自己培养新的艺人出道 于是她便打造了第一个艺人 谢霆锋 那时的谢霆锋正是叛逆期 唱歌时不满设备摔吉他 遇到狗仔一言不合就开骂 是出了名的难搞 当时的霍问希也才不到24岁 她面对如此骄傲不驯的少年 没有退缩而是用心陪伴 终于取得了谢霆锋的信任 后来有记者问道 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手段 收服谢霆锋的 她回答说 我没有管她 就让她调皮 她一直以来 从不把谢霆锋当作叛逆的 另类对待 而是对于她 投以最大的理解和支持 就这样 她一手带出了谢霆锋 并让她成为英皇 第一个登上春男的歌手 之后她更是以毒辣的眼光 发掘了阿娇阿萨的 吞斯组合 和天后荣祖儿 当年她看到 钟心彤和蔡卓妍的第一眼 就无比肯定 如果将这两个女孩组合起来 将来一定可以大红大紫 于是她将她俩收到麾下 让他们在演唱会中 做厕手空翻 一句吸引了香港歌迷的注意 在切荣祖儿时 其实遭到了公司上层的反对 认为长得 吐吐唱歌一般的荣祖儿 没有心象 但霍问熙力排众议 坚定地说 你们看吧 将来她一定会是天后 可以说 没有霍问熙 就没有后来辉黄的英皇 她聪慧的头脑 专业的业务能力 称她为香港最后一个金牌经纪人 也当之无愧 她不仅打造艺人的手段高超 在危机公关处理上面 更是非常有远见 成为艺人们的后门守护员 当年爆出的燕照门事件 牵连了英皇两员大将 她第一时间 让阿娇主动召开 记者会道歉 虽然一句很傻很天真 在当时没有立即挽回口碑 但她没有给阿娇太大压力 而是让其调整一年后再回归 让阿娇从哪里跌倒 再从哪里站起 从容面对非议 之后反倒获得了众多网友的理解和支持 让其成功付出 同时她让谢霆锋发表声明 表示自己会坚定地站在太太张柏之身后 直接帮她立下了好丈夫好父亲的人设 三年后 风之两人终于是分道扬镳 她再次让谢霆锋立刻发布公关文章 感谢张柏之对于两个孩子的付出 成为明星离婚公关案例的典范 霍问希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几十年 对娱乐圈的大环境了如指掌 十多年前她意识到香港影视业逐渐没落 英皇也开始走下坡路 于是她果断地选择带领一部分资本 转移北京 而且她并没有带着金牌经纪人的光环来 而是选择做一名拓荒者 普通话不好就一句一句学 内地市场部署就一步一步摸索 不仅要在新环境下生存下去 更要挺住不断变化的娱乐模式 在霍问希多方活络下 英皇资本逐渐参与了内地影视的投资 让旗下艺人也有了更多 让内地综艺和影视拍摄的资源 2014年她担任制片《十二道风味》 不仅赚得盆满钵满 还让谢霆锋成功向成熟转型 2017年英皇参与投资建军大业 更是获得超高人气 这两年大获得浪姐 她出面担任女团总顾问 赢得了网友一致好评 多年前她曾对老板杨寿成立下军令状 老板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打下英皇娱乐这片江山 霍问希做到了 在她带领资本开始北上时 当时港媒对子进行了大篇幅报道称 霍问希的离开代表有个时代的结束 美丽的女人千千万万 但像她这样有着清醒的头脑 犀利的眼光和布局的却很少 与其阿然享受美貌带来的红利 不如亲自参与制定娱乐圈的规则 刚刚做经纪人时她滴酒不沾 为了能够更快融入这个圈子 她开始学着喝酒 每天中午吃饭 自己都喝一杯红酒练酒量 这样既能帮一人挡酒 也可以杜绝自己喝醉 男顾客趁机开游 更令人佩服的是 从进入英皇到现在二十多年里 她休息不到二十天 最长的假期也是为了远赴美国生娃 每天工作十六个多小时 不管是几点 只要手机响起她都会接 有时凌晨三点才睡下 四点就要起来 几乎无时不刻都是作战状态 曾经接受采访时被问到最大的希望 她淡淡一笑 说希望手机二十四小时不要想 让我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用她的话说 对自己狠到让自己都觉得苛刻 她对自己最大的要求 就是必须一直进步 于她而言 原地停留 都是在退步 如果说漂亮容颜 帮她打开了娱乐圈的大门 那么狠下心努力 就是扑向巅峰的砖石 她一直都懂得 舍不得对自己狠 生活就会比自己更狠 英皇老板杨寿成说 英皇可以超越同行 全靠获问西 英皇储并 安全 安全 安全